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 中美洲的人类文明开始在有水源的山谷和丛林中繁盛起来 大规模的船石建筑拔地而起 奥尔梅克文化就是最早的中美洲文化 萨伯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比玛雅文明还要早一点产生的萨伯特克文明 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发展了奥尔梅克的文字系统 发明了丹因杰象形文字来记录一系列的名字和事件 作为萨伯特克文明的首都和宗教中心超过一个世纪的阿尔班山 距离瓦哈卡中心教堂约9公里 早在公元前600年便有人在此居住 公元前500年萨伯特克人到达此地大兴土木 公元300到700年间达到鼎盛时期 予有25000名居民在此居住 而在7到8世纪左右 随着特奥地瓦坎的瓦解5点时期画上句号 号站的游击部落不断地从北方涌往中部的墨西哥谷地 有些被驱逐了回去 有些则利用了城市瓦解后的主权真空漆定居并繁盛起来 其中一只便是以能工巧项和小勇善战文明仪式的米斯特克族 他们就定居在萨伯特克文明衰落的阿尔班山 甚至后来的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的金匠陶一家和香榭式的作品也赞不绝口 买好票了 50笔锁不让我带三脚架 我已经寄存到那里了免费寄存的进来了 但是手机是可以随便用的 GoPro啊运动相机什么都不能用 算是50笔锁我还是不花了 其实有无人机会更壮观吧 我会为无人机来付这笔钱 但是其他的就算了 用手机也很好 待会就找块石头什么的自己拍吧 我现在进来了 2500年前中美洲印第安古典文明时期的礼仪文化政治中心 哇 这个古遗址建筑群还不小呢 我现在是在这里吗 进去 这是一大块遗址 这应该是最主要的那个platform 不知道那个阶梯是不是能够上去呢 走过了占卜金字塔 天井金字塔 丛林金字塔 今天我们就又来到这座海拔1500米 2500多年历史的山巅金字塔 它也是一座城邦 1987年被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被人工削平的山顶废墟中 分布着梯田 运河 庭院 球场 庙宇 祭坛和陵墓 但和之前见到的金字塔 与水源所在地为主不同 在阿尔班山顶上 没有任何泉沿或者景源 阿尔班山遗址总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 穿过开满树木鲜花的小道 缓缓踏上输千年的石头阶梯 穿过大绒树的茂盛林荫 台眼就可以看见 南北长约320米 东西宽约220米的中心广场 我觉得阿尔班这座金带椅子 又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非常的大气 开阔 而且充满了生命力 你看它的台阶上 长满了绿色的草 看上去又特别整齐 赏心悦目 仿佛就跟它融为一体的 这是那种已经逝去的古文明上 又蒙发出新鲜的生命感觉 广场中心有三座特别的建筑 一座只剩地基的建筑旁 有一道小路通向地下陵墓 公元900年 萨伯特克统治者的陵墓 被掏空 入侵者重新放置了 米斯特克战士们的遗骸 另一座H形祭祀坛的墓室内 有精美的壁画 浮雕和大量陪葬品 最靠近北面大平台的 J型建筑物是天文台 对于中美洲各个阶段的古文明来说 通过观察天体的运行 来预测未来运势和巩固军权 是最重要的文化之一 而在广场西南角 舞蹈者庙金字塔下发掘的 建造于公元前7到3世纪的 300多块由人物浮雕和点画组成的石碑 是考古界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正品均已经被送往墨西哥的国家博物馆 这些石碑上的浮雕 非常清晰地展现了2500年前 人类的长相特征 由于他们大多手舞足蹈 所以被称为舞蹈员石碑 但也有学者认为石碑上的人并不是在跳舞 有些可能是被扭曲虐待的战俘 有些甚至可能是畸形儿童 现在我站在最高的平台下方 左侧的金字塔 真的有一圈石块 上面都叼着当时的人物 他们都有同样的 就是很宽阔的鼻子 还有很厚的嘴唇 据介绍呢 他们是受了 Omic Fluence的影响 才长成这样子的 我现在已经到达 刚刚那个地图上的 最重要的大平台 让我们踏踏上去看看全景 哇 踏上去还有点陡峭呢 总共42层电梯 这个事业真的很好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 H型的一个Z4金字塔 这里是他们的天文星象观测台 中美洲从古至今 对足球的热情不减 同习行一查一样 阿尔班中心的这大边空底 就是古球场 球赛的胜负会用来判决 诸如土地和贸易中发生的纠纷 北面的这座平层金字塔 是整个废墟中最重要 最高的祭坛 放眼眺望 内心满是豁达 可惜的是平台上的神庙 已经完全坍塌 只剩下一个阶梯歪斜的 金字塔基座 看不出什么特别 反倒是它脚下那棵 繁茂的大绒树 似乎每一片树叶 都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顺着基座顺时针走一圈 会经过东面热泪生长的 灌木类的仙人掌丛 而西面可以眺望瓦哈卡山谷 虽然很多人会选择 在此拍照留恋 但景色真的很一般 与北面祭坛 遥乡呼应的南面金字塔平层 也就是广场入口 在一开始 往往会被人忽略 往回走 才会发现它的特别 在南面塔底 处理着和舞蹈员石雕一样 具有核心考古价值的 四面浮雕石碑 最重要的是 它是正挺 每一面都是不同主题的 栩栩如生的浮雕 南面是身着盛装 脚踩八斗花的贵子单人像 东面是投着重物的奴仆单人像 西面是最重要的浮雕 两位顶着装满水果 和肉类盘子的人像 一位在说话 一位在倾听 而且在上方 还标识着两人的名字 北面则是一个身着盛装的人物 口里面还喷着火 似乎在进行一个 盛大的祭祀仪式 或者参加当时的一个典礼 所以这座石块是迄今为止 这里发现的最重要的石块之一 阶梯一旁的平台石头缝里 竟然也有粉袋子草冒出 就这样踏着古老的石阶 往阿尔班废墟 偏向城邦建设的区域行走 在南面基座的平台上 有一个违和下身的小广场 中间突出的小平台 依旧是作为祭祀用的 四周分布着各类 作为居住用处的建筑废墟 在往西面走 能眺望比北面更开阔的 瓦哈卡山谷景致 我们可以看到错了有致的基田 还可以看到 有特殊纹路走向的土地形态 所以在北面平台 不用花费太多的快门 去记录那里的俯瞰 好想念我的无人机 是我目前看到的 最让人心胸开阔的金字塔遗址 哇 这里的全景比刚刚对面更好看 因为没有任何遮挡 看看墨西哥的田园风光 它的全景 刚刚一路走来呢 我也在想 这么多巨大的石块 到底是怎么运往这座 这么高的 在当时还属于挺高的 阿尔班山脉的山顶的 看到介绍 他们当时是砍下了树木 用很多根圆树木 堆积在石头下面 就像滚轮一样 依靠人力和这种 还算是当时有点聪明的方式吧 把巨大的石块运上山顶 那些巨大的石块呢 都在下方作为地基 我们可能看不到 我们看到上面的石块呢 虽然非常小 但是运上来也是要巨大的人力了 下方的地基是那种大的石块 让我想起推那个石头 上山的那个神 每次推上山又滚下来 滚下来又推上去 作为对它的惩罚 哎怎么回事 现在才下午三点半 还没到 自身空无一人 搞得我好像整个人承包了 这片金字塔废墟一样 好舒服呀 墨西哥的天永远都是这么蓝 云朵也很清澈 就是紫外线太烈了 如此繁华 随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再繁华 再强盛 也都灰飞烟灭了 还好这些残原断壁还在这里 那些石雕还在这里 那些若银若现的石雕化 还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凭此去想象 去感知数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 或者说数千年前 每一个种族的人类的祖先 他们的生存情况 生活环境和他们的样子 近乎独自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山顶废墟中自由穿梭 四面动态尽收眼底 周围被小山和植被环绕 据说萨巴特克人也是在迁徙了诸多地方之后 才最终选择在这里安定下来 并以这里为中心 征服了瓦哈卡的大部分地区 所以就着墨西哥忽远忽近干净的天空 行走在历史中 是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我知道没有疫情影响的话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是乌泱泱的人群 一个人一辈子是很难得有某些机缘的 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段里程 那本一次经历都当做人生的最后一次体验 天哪 这肥骨抑制太大了 这里还要扯路 通向那边 也是一座废墟 我刚刚走完这里我以为就到了出口 这里还是一层帮居所的基地在这里 住在山顶就是为了跟接近太阳吧 好了 现在我已经走下了主要的古城金字塔废墟的中心地带 到了它的这条小路上 这边就是出口了 远远的可以看到我哈卡的市区在我左手边 其实墨西哥挺让人着迷的 虽然墨西哥的自然风景比起欧洲还是差得很远 但是这些古文明的历史遗留物数千年的一个传承 数千年的一个沉淀 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洪流 他们还这么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非常让人的流连忘返 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好几个月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深度游览这个国家 因为最开始我只是打算在坎坤 过完年找一个温暖又舒适又浪漫的环境 碧海蓝天嘛 度过我那个春节我就继续往壁炉走的 但阴差阳错 现在停了这么久 现在现在深度的在墨西哥游览 从南方它的中部再去往下一个国家 墨西哥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 它是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个国家 非常适合短时间旅居的一个国家 但是片面的认为 我可能觉得它不适合做生意呀 长期的生活呀 它是一个适合消费度假的国家 它也许不是一个适合赚钱做生意的国家 个人之间 现在走在阿尔班山顶 吹着透过两千多年 古石块古鱼纸金字塔的下风 还有茶名鸟叫声 各种花花草草 就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视频了 那我们下一期去哪里呢